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口子对老人无微不至照顾了三年 临终前 舅舅便将这临街的两层小楼留给了夫妻二人 下面一层做豆腐 上面一层住人 两口子便在洛阳扎下脚来 到现在已有五年 细心将丈夫周身裹炎时打开街门 帮丈夫把小推车推出去后 李淑兰看到一边不远处站住个人 此人面前摆住张桌子 穿一身破旧的棉袍 但在如此寒冷的天气中 街上又仅是过堂寒风 就棉袍如纸一样不顶饰 李淑兰看得气不大一出来 一舵脚冲着人喊 你这先生当真奇怪 天刚茫茫亮就出来了 这时辰哪里有人会找你写书信 快进屋吧 吃点热豆腐 周显明妻子此举并不意外 外面站住的这个人 他们夫妻两个都熟悉 是个带写书信的白姓老先生 看住有六十来岁了 平日里心慈面软的李淑兰 经常给着老先生吃食 白先生文言使劲跺脚 为男看了看正要出门的周显明 周显明失笑 李淑兰更是扑直乐了 你们读书人就是迂腐 当我们父亲的年纪了 他还会担心 白先生尴尬挠了挠头 周显明推出小车头 也不回去做生意 他则到了李淑兰跟前 对着他恭敬行礼 如此白某谢过周家娘子了 李淑兰可没有他那么多礼 伸手拉住他便进了屋 热豆腐和豆浆各成一碗 还端上一叠咸菜丝 示意他快吃 看住忙碌的李淑兰 白先生频频点头 这两口子为人良善 让他很是感动 外面的风刮的嗷嗷之叫 小楼外响起清脆的铃铛声 这是李淑兰家小楼前面两个脚挂住的铃铛 周显明舅舅在试试 这两个铃铛就挂住 据他所说 当年他盘下这个地方时 人家上面就有这两个铃铛 白先生耳朵里听出两个铃铛的声音 脸上似乎有所异 不过马上便轻轻摇头 听出铃铛声音 怡然自得 吃起豆腐和咸菜来 这白先生即将李淑 细嚼蔓延吃完后 天已经大亮 陆续有人来买豆腐 白先生对李淑兰恭敬施礼后离开 李淑兰是大大咧咧的人 只是摆了白手便接着忙活自己的事 白先生出去后 坐在自己的桌子后面 静静等着别人来找自己带些书信 李淑兰两口子的生活差不多一直这样 李淑兰对这样的生活也极为满足 他们家的豆腐讲究个薄理多销 每天都卖得很快 临近吃早饭时 周显明推驻小车回来 上面的豆腐已经卖完 不过他并不是一个人回来的 后面还跟着一个衣衫蓝绿的汉子 李淑兰不解开向丈夫 周显明苦笑说道 路上碰到的可能是恶极眼了 死活要跟着我 我也不忍心感他 你做好饭了吗 给他吃一些暖和暖和吧 李淑兰恍然大悟 赶紧给这人盛了一碗 看他狼吞虎咽吃住 李淑兰心里难受 他见不得这样的可怜人 汉子匆匆吃完后 二话不说就开始找活干 李淑兰和周显明对事 两口子感觉很为难 这明显是个可怜人 也不知道遭了什么祸事 导致沦落至此 他吃完东西就找活干 是想留在这里 但是他们两口子做的 也是小本生意 实在顾不起人 李淑兰叫来这人 一脸为难看住他说道 大兄弟 你是遭了什么祸事 魏石魔就成了这样 据此人所说 他叫刘之卯 家里本来也有妻子 还有积木地 不料妻子在河边洗衣服 是意外失足 滑入水中遭了意外 去年大旱 家里颗粒无收 他只能出来讨饭 两位恩人一看就是良善之人 就让我留在这里吧 我有把子利器 能干活 不要钱 管碗饭吃就行 李淑兰听得直掉眼泪 这人的遭遇太可怜了 想到这里 他转头看丈夫 周显明很为难 人家说的不要钱 但他们如果收留 就不得不给 哪里能让人白钱活呢 另外 这家里就这么大地方 再多个人住进来 太不方便 刘志茂一看周显明犹豫 普通跪在了地上 苦苦哀求 李淑兰受不了这个 就对周显明说道 当家的 这是个实在人 不是糟了男 他一个这魔状的汉子 岂能随便跪人 再赶出去的话 显得咱们不尽人情 周显明叹了口气 想了想说道 是这样的 此时天冷 你暂时留下是可以的 待到了天暖 你还是要走 因为我们这小生意 实在无法长久收留你 刘志茂文言大喜 对两口子千恩万谢 就这样 刘志茂留在了李淑兰家 这也是个讲究人 他在这里帮忙干活 在这里吃饭 但却死活不住在这里 说怕有人说闲话 他一个男人无所谓 人家李淑兰不能名声受损 周显明见状 便跟邻居说了一下 这邻居是个丧气的官夫 刘志茂一个男人住进去 也无所谓 邻居同意下来 这件事算是完美解决 一晃就到了来年春天 刘志茂留在李淑兰家 已经几个月 这的却是个勤快人 眼皮子活 眼里有活 他在这里只干活 一分钱也不要 只需要管饭 倒教李淑兰两口子十分内疚 这天傍晚 早上做豆腐时 两口子跟刘志茂商量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他们无法再收留刘志茂在这里 刘志茂埋头干住活 想了想后想出个主意 他也知道这样留在这里不是个办法 可他实在没有地方可去 家乡那边仍然干旱 别的也没有亲戚 他本人有个扎高的手艺 能不能借李淑兰两口子一点钱 把扎高摊子支起来 他以后自己赚钱 李淑兰和周显明一听大喜过望 当即就拍板同意下来 刘志茂又是一脸为难 他来洛阳时间不长 除了他们两口子 不认识别人 他这个扎高摊子 能不能摆在豆腐房外面 这有什么不可以的 卖豆腐和卖炸糕又没事磨冲突 两口子全都同意 刘志茂又是千恩万谢 这件事就算定了下来 人家有了自己的小生意 两口子也不用天天提的担心了 做完豆腐后 周显明推车出去 刘志茂回了一边的邻居家 接着睡回龙爵 天刚亮 白先生登门 李淑兰转身就要给他盛豆腐和豆浆 白先生却拦住了他 李淑兰茫然不解之时 白先生开始施礼 白先生 你不要这样动不动就施礼 我一个做豆腐的妇人 哪里有那么多理解 白先生听爸一笑 认真说道 娘子受得起白某辞礼 白某来此时间不短了 原本是要取婚一样属于白某的东西 可现在改变主意了 所以 城里烦躁 白某要走了 去一个叫牡丹坡的地方 距离这里十多里路 此番专程来跟娘子道别 李淑兰听爸有些交集 白先生在此带写书信 不也挺好的 那边有亲戚 去了后一个人可怎么生活 白先生并不多做解释 显然是去意已决 李淑兰想了想 上楼拿了点钱 不好意思说道 白先生 这些钱不多 就当给你践行了 真要到了牡丹坡住不习惯 就还回来 咱们这里没有好吃好喝 却也饿不着白先生 白先生久久凝视住他 眼神里有感动和难以置信 世间良善之人 娘子在白某眼里畏罪 如此 白某也不客气了 咱们就此别过 后会有期 日后若娘子有难 就去找白某 说吧 他接过李淑兰手里的钱 转身便离开而去 李淑兰坐着伤感了一阵 他感觉白先生年岁已大 却还是截然一身 一个人独自去牡丹坡 也不知道以后的生活会怎么样 正想住 买豆腐的人已经陆续到来 他便收起了这些心思 周显明回来后 听闻白先生竟然离开了 他拍喜恼怒 恼白先生竟不等自己回来 连个道别都没有 脸上全是恼怒 嘴里全是担心 李淑兰知道丈夫的性子 他也是担心白先生 吃过早饭后 周显明拿上钱 和刘志茂一起外出 制办了炸糕的工具 其实投不了几个钱 无非是炉子 面 有什么的 其他的都是周显明做主 唯有买油时 刘志茂让一次买了好几种油 甚至还有猪油 周显明觉得疑惑 可是仔细一想 自己做豆腐是拿手 但炸糕人家拿手啊 这应该是人家的独有配方 他当然不会询问 按照刘志茂所说买了那些油 当天 刘志茂就在豆腐房外将炸糕摊子支了起来 油烧热后油骨特别的香气 就是油烟特别大 被风吹住飘向天空 门前烟雾缭绕 不时有人来买刘志茂的炸糕 两口子在屋里看住也高兴 至于那灰蒙蒙的油烟 则根本没引起他们的注意 刘志茂是个知道感恩的人 他的炸糕生意其实也不错 时间久了 买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 每天也是从早忙到晚 他经常买些吃食到李淑兰家 跟他们两口子一起吃饭 李淑兰对此不赞成 按照他的想法 刘志茂不能这样花钱 挣钱不容易 他的钱应该积攒起来 以后有了机会 娶上个媳妇 乘一户人家 刘志茂每次都是耐心听 但仍然我心我素 这天刘志茂又买来了吃食 李淑兰实在忍不住了 不由得开口训斥他 志茂啊 不是嫂子嘴嘴唠叨 你不能这样 我可把话料在这里 你要是再这样 以后你买来的东西我可不吃 刘志茂不由得苦笑 刚要说话 突听后面有机叫声 李淑兰赶紧起身 边向后面院子里跑边骂 这条该死的蛇 又要偷鸡蛋吃 刘志茂不解 看向周显明 周显明说了事情原有 他们家后院一直有条小儿手臂粗细的母蛇 蛇着重东西 一般人看到都害怕 李淑兰也害怕 按道理说 既然害怕 那就打死或者捉住扔到别处也就是了 但李淑兰心软 看他有蛇蛋就不忍心打 也不忍心感 就任由他在自己家了 这母蛇冬天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蛇伏 到了天暗后便出来 周显明几次看到蛇爬上楼顶 可能在楼顶有潮 近一段时间 这条蛇老是偷吃后院的鸡蛋 李淑兰是个过日子的女人 鸡蛋能随便让蛇吃吗 所以才会那么恼怒 刘志茂听得恍然大悟 继而也是笑 笑李淑兰太过善良 还笑这条蛇不知好歹 好心让你留在家里 你却老是偷吃鸡蛋 真是岂有此理 周显明也是哑然失笑 笑自己妻子的左右为难 既不想伤害蛇 又害怕他偷吃鸡蛋 这时候他突然想到一件事 就跟刘志茂说道 志茂兄弟 我这两天就要外出 去乡下收些豆子 家里这边就剩下你嫂子 你早上帮助她点 刘志茂听后没有犹豫 马上就点头答应 做豆腐是必须要准备豆子的 周显明外出收豆子 每次都是三五天 到乡下老乡家里 他为人忠厚 秤上也不乱搞 人们都相信他 6月15 周显明外出收豆子 李淑兰给他准备了一些饼和咸菜 是让他在路上吃的 不能多准备 天太热 容易坏 看着丈夫 带钱如往常很多次一样出发 李淑兰怎么也想不到 他这一去竟再也没有回来 周显明出去后 第二天早上 刘志茂早早便起床敲门 要帮助李淑兰做豆腐 但是李淑兰没有开门 丈夫不在家 自己少做一些也就是了 这还不到四更天 刘志茂在这里帮自己成什么样子 刘志茂见李淑兰不开门 在外面想了想也便罢了 一转眼 周显明都外出五天了 以往收豆子 从来没有超过五天 李淑兰开始有些担心 第六天 周显明仍然是踪迹全无 李淑兰已经没心做豆腐 不时跑到门边看 盼望着丈夫的身影能出现在远处 他没能看到周显明 倒是看到两个陌生人 这两个陌生人打听住到了他的面前 问他是不是周显明的妻子 看他点头 两人也不废话 只说让他跟着走 李淑兰心向下沉 这是出神模式了 为师摩之两个陌生人 要让自己跟他们走 门外支柱炸高摊的刘志茂也是不解 便询问对方是什么人 这两个人是城郊一个村里的 在他们村边境里 发现了一个遇害的人 有人认出是收豆子的周显明 知道他在城里经营豆腐房 这是两个捕头来 叫他去辨认一下 看看究竟是不是周显明 李淑兰听吧 腿开始止不住哆嗦 他不敢相信丈夫遭遇了意外 可是这超过时间不回来 本身就反常 带住忐忑和恐惧锁门 他跟着两个捕头出城而去 支柱炸高摊子的刘志茂 马上便收了摊 回到邻居家后 他从自己屋里床底下 拿出两个圆球 这是两个楦的低溜溜圆的木球 拿出后 又磕破击个鸡蛋 开始向上面抹鸡蛋清 李淑兰跟着两个捕头到了城郊 还没到井边 整个人已经站不住 因为他看到地上躺住之人 所穿衣服正是丈夫周显明的 到了近前 他全身颤抖 连接起上面盖住的布的勇气都没有 一个捕头伸手揭开了布 只看一眼 不是自己周显明是谁 李淑兰感觉 自己脑袋 如同被人用重堆敲击了一下 嗡的一声 周边人的说话 声音他一句也听不到 好半天后 他嘴里发出一句 如同蚊子哼哼般的声音 当家的 你这是怎么了 话没说完 他便直停停倒了下去 周显明外出收豆子遭遇意外 他被人从后面推进了井中 街坊邻居听说此事 都扼腕叹息 有人跺脚大骂 骂老天不长眼 这是多么憨厚的一个人啊 魏石魔就遭遇了这样的意外 为了调查此事 捕头们分成了两部分 一部分留在城郊茶 希望能找到目击者 另一部分暂时住进了李淑兰家 因为他也是嫌疑人之一 李淑兰如傻了一般 别人问什么他就说什么 他实在不敢相信 出门时那个敦厚老师 笑容满面的丈夫 现在已经不在了 究竟是什么人 竟对他下次狠手 捕头们翻来覆去问 无非这几天干了什么 还打听他们两口子平时的感情 街坊邻居对于李淑兰的评价 那是直挑大拇指 这整条街 没有比他好的人了 周显明同样也是如此 遭此横祸 这些捕头们实在不该一致纠缠的 捕头们在李淑兰家住了十来天 最终也没有查到什么 七月初三时 他们决定离开 因为这件事已经有了结果 他们认为周显明外出收豆子 身上带住钱 结果引起了别人的际遇 便在后面跟随 到了那口井边 那人趁机夺了周显明身上的钱 并且把他推进了井里 导致他溺水而亡 而这样临时奇异的行凶 如果没有直接目击到 几乎抓不住 这件事会不了了之 马上就要走了 有捕头去后面院里上厕所 可刚到后院便跳住脚回来 说后面有条死蛇 李淑兰跟着他们到了后院 发现是那条在自己家一直住的大蛇 他是被撑破肚皮而死的 撑破他肚皮的是两个木球 鸡蛋般大小 安葬了周显明后 捕头们在傍晚时离开 李淑兰默默把那条活活撑死的蛇 埋在了院里的墙根下 哭作一阵后 天下起雨来 他独自回到屋里 丈夫是这个家的天 现在他没了 以后自己的日子可怎么过 他越想越悲伤 越想越难过 一直到了半夜时分 雨不停从窗户灌进来 他起身去关窗 突然发现那条被自己掩埋了的母蛇在窗外 并且破窗闯进屋里 他不是死了吗 怎么还会出现 他正不解 哲突然开口说话 不该这样的 你为人良善 应该得到好报 这样吧 请借我一盏油灯 只需要放在窗边就行 然后你速去牡丹坡找白先生 李淑兰莽然惊醒 才发觉刚才是南科一梦 由于片刻后 他马上把油灯放到窗台上 自己责贸于出门 等牡丹坡而去 到了后 白先生面带怜悯看住他 这是一个长者对后背的关心和疼爱 李淑兰觉得十分委屈和难过 又开始默默流泪 白先生看住这个善良的女人 他重重叹了 口气说道 你要大祸临头 善良是可贵的品质 但有时候要看对谁 这件事也怪我 怪我太大意了 竟没能识破对方的诡计 哎 李淑兰听得茫然不解 白先生似乎话里有话 他说这些是什么意思 你丈夫之死 是刘之茂做的 听白先生说出这样的话 李淑兰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刘之茂饥饿快要死了 是丈夫把他带回了家 是他们家收留了刘之茂 并且给他支起了扎膏摊子 他怎么会对自己丈夫下手 他是图什么 不是这样的 一定不是 看李淑兰不相信 白先生拿出了一条绳子 绳子上绑住一块透明的玉 娘子可相信白某 如果相信 就按照白某说的做 白某除了带写书信 还会窥阴法 娘子一看便知 窥阴法 什么窥阴法 李淑兰茂然不解 但事关丈夫的死 他还是重重点了下头 白先生让他做好 自己则拿住绳子 开始在他眼前晃 嘴里还念念有词 透明的玉在眼前晃来晃去 听住白先生嘴里含糊不清的言语 李淑兰的眼皮渐渐沉重起来 就在他合上眼的时候 发现丈夫周显明出现在屋里 周显明一脸悲伤 李淑兰更是悲愤欲绝 娘子 咱们姓错了人 刘志茂这个贼人欺骗了我们 他突然在我身边出现 说要陪着我收豆子 却趁我不注意 将我推进了井中 我的好娘子 魏夫冤啊 李淑兰泪流满面睁开眼 屋里根本没有丈夫周显明 只有白先生端坐在一边 魏石膜 这是魏石膜呀 我们对他不愧 他魏石膜要这样做 李淑兰顾不上询问白先生 魏石膜会亏因其法 他只想知道这是魏石膜 白先生眼睛盯向外面 好似看住屋角 思索一阵后说道 娘子想要知道魏石膜 到七月初七那天 刘志茂会这样做 到时候你需要配合 白先生说完 李淑兰点头答应 白先生这才放他离去 七月初七这天中午 刘志茂没有出摊 他提出些东西 找到李淑兰 脸上全是愧疚 他要干什么呢 原来他在下面枝脉炸糕的摊子 每天飘出大量油烟 这些油烟和住空气中的泥土 把李淑兰家搂脚的两个 灵档给堵实了 嫂子 这两个灵档现在刮风都不响了 听习惯了 骤然不响 怪难受的 正好今天我没有出摊 闲住也是闲住 上去帮嫂子清理一下吧 李淑兰最近一段时间 一直神情恍惚 听后木然点头 刘志茂便带住东西 从二楼上到屋顶 擦拭和清理那两个铃铛 半个时辰后 他清理完毕 带住东西下来 到了楼下却发现李淑兰挡在前面 他满脸笑容 正要发问 李淑兰却突然说道 我丈夫周贤明是你所害 那条蛇也是你所害 你涂的就是这两枚灵档 是不是 刘志茂脸色大变 两手紧紧握住手里的抹布 里面包住的正是那两枚灵档 他眼珠转来转去 突然黑黑笑了起来 李淑兰 你不该揭穿我 不揭穿我 你只是失去丈夫 你却还能活 你揭穿我 就连你也得死 他说完就从腰间抽出了短匕首 就在此时 就先眼前白影一闪 然后他手中的匕首 就到了那人手里 定情一看 原来是带写书信的白先生 随之进门的还有几个捕头 刘志茂身形一晃 突然变得模糊 他刚要跃窗逃走 不料碰翻油灯 灯油滑腻 把他重重摔倒 白先生则趁机抛出手中那条细柱玉的绳子 绳子将刘志茂捆腹 使他无法挣脱逃走 被绳子捆绑 那块透明的玉在刘志茂眼前晃来晃去 他神情逐渐恍惚 将事情一无一时讲了出来 原来这刘志茂是个专门搜罗起舞之人 他看到李淑兰家楼角溪的两个铃铛不是凡物 就生出了巨位极有之心 但是他不能贸然上去偷 首先上楼的通道在李淑兰家二楼 要从里面上去 其次是这两枚铃铛被一条大蛇看守 最后就是 铃铛非得七月初七这天才能解下 别的任何时候都解不下来 为此 他精心做了安排 提前半年多 他就假装饥饿 利用李淑兰两口子的善良进入了他家 并且利用炸膏 让油烟把上面的铃铛堵食 这样有借口上去 同时解的时候铃铛也不会响 摸清楚周显明什么时候收豆子 恰好七月初七马上就要到来 他就开始动手了 他悄悄跟着周显明出城 到了城郊 周显明看他突然出现 就问他怎么来了 他却说井里有件稀罕东西 要让周显明看看 周显明对他毫无防备 趴在井边看事 被他从后面推入井中 为石膜要周显明死 是因为他觉得盗林当时 家里只有李淑兰要容易骗一些 万一起了冲突 李淑兰一介女流 也不是他的对手 他用蛇爱偷鸡蛋 这件事做了手脚 把两个木球 摸上鸡蛋轻甲装成鸡蛋 使蛇吞了下去 木球将蛇的肚皮活活撑破 他到林当再没有阻碍 却不料李淑兰半夜梦蛇 找到了白先生 不仅识破了他的阴谋 还用手段困住了他 事情之此真相大白 刘志茂被捕头带走 不过临走时 这些捕头好奇白先生 为何会知道这些 白先生看了看这栋两层小楼 很简单 以前周显明的舅舅 就是从他手里买的这里 这里原本就是他的 他到这里来 原本是要带走林当 可看李淑兰两口子为人和善 便放弃了这个想法 带捕头走后 白先生将铃铛又系在了楼上 李淑兰悲伤看住他 他轻轻说道 会好起来的 白某当年外出学艺 把这里盘了出去 再回来 数次被娘子感动 你会好起来的 铃铛乃无价之宝 真有困难了 可以卖掉 白先生说把离开 李淑兰则在三年后得与良人 此人憨厚 样子竟跟丈夫周显明一样 两人组成一个家 仍然在洛阳卖住豆腐 生活平凡而幸福 终其一生 李淑兰都没有卖那两枚铃铛 一直寄在楼上 随风而降 他也一直在静静等待白先生 期盼着他能到来 待自己再次亏音 告诉丈夫 如今的自己已经好了起来 有个跟他一样的人出现 他们组成了一个家 黑嫂说 李淑兰和丈夫周显明是千万普通中的一对 这对夫妻为人良善 见人有难 他们相助 献蛇虽然讨厌 却又不仁敢走 纵使蛇每天偷食鸡蛋 如此良善之人 生活却又坎坷 遇到了别有用心的刘志茂 正如白先生所说 善良是可贵的品质 但要看对谁 像刘志茂这种人就不值得 他为了盗铃党而使诡计 白白使周显明丢了性命 如此恶人 其结果可想而知 所幸的是 李淑兰又遇到了和丈夫一样的人 李淑兰的善良 和刘志茂的险恶成鲜明对比 而最终 两人所得也各有不同 刘志茂的恶换来了恶 李淑兰的善换来了善 至于白先生的窥音法 更像是一种催眠术 但他自称外出学艺归来 应该也是个奇人 但到底是什么 则需要见仁见智 您觉得呢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民间故事 美妇嫌弃老公不行 竟狠心将其杀害 最后一直攻击破案 话说在安阳县城衙门的那趟 县老爷张大人正乐呵呵的听主师 也给自己汇报县城类治理的报告呢 一个捕快是匆忙的跑了过来说道 大人 不好了 有一个妇人来告状 说自家的相公让人给杀害了 张大人一听的有人命案子 立马就从太师椅上跳了起来说道 什么 竟然还发生了人命案子 赶快跟我去看看 说住就带着师爷和捕快去了大堂了 张大人名叫张天赋 是五年前的调到安阳县城的 在张大人来之前安阳县的治安可以说是非常的差 大白天偷人东西的事情时常发生 就更不用说晚上了 张大人为了治理安阳县城的治安工作 增派了很多的捕快去抓捕道匪 已经查出归案的一律严惩 绝不姑息 同时还加大力气治理了街道上的流氓混混 还审理了上任支线留下的很多冤假错案 一时间百姓对张大人是爱戴有加 称他为青天大老爷 张大人前几日去拜会知府大人的时候 知府大人还夸赞张大人治理有方 并会向皇上给自己美颜积聚的 张大人心里十分非常感激知府大人的 回到自己衙门之后 就让师爷把自己这些年的政绩给整理一下 报给自己听下 想着下次去拜见知府大人的时候 可以把这些材料交给他 证明自己这些年确实没有白钱 没想到这个结果眼上县城里竟然发生了命案 自己定要把这个案子给完美的解决 那自己用不了多久 估计就要升职了 等张大人来到大堂上 坐好之后往下一看 只见堂下跪住一位模样十分俊俏的夫人 现在是哭得梨花带雨的 让人看了都心疼 张大人就问道 堂下何人 出了什么事了 只听那个女子说道 大人 民女名叫李凤仙 是城里洪福客栈掌柜王大年的妻子 昨天我回了一趟娘家 今天一早回来 到了客栈 发现我相公已经躺在血泊中死掉了 吓得民女赶快前来报官 张大人一听就赶忙问道 那案发现场有没有人看住 李凤仙说道 大人 现场我已经让伙计给看好了 张大人立马就带住捕快和武作去了洪福客栈了 洪福客栈离线衙门也不是很远 在城里的生意还是不错的 等张大人赶到的时候 已经围满了看热闹的人了 有的人就说了 这王掌柜平日里乐善好师怎么会突然让人给害了呢 另外一个人就不屑地说道 乐善好师怕是装出来的吧 昨天的时候我还看到他们夫妻两个跟他们邻居马书生夫妻两个吵架呢 众人看到张大人来了 赶忙让出了一条道路 来到王大年的房间里 只见王大年衣衫混乱 致命的伤是胸口的一个伤口 经过武作的检验应该是昨天晚上此时左右被害的 张大人就把电火机给交过来问道 昨天晚上你们掌柜的有没有见过什么人呢 电火机名叫李斯 想了一回就说道 昨天晚上的时候 没有人来找过掌柜的 就是傍晚的时候掌柜的宴请了马书生一顿酒 他们两个人喝完之后 掌柜的就上楼休息去了 马书生也回家了 今天一早老板娘回来的时候 才发现掌柜的遇害了 李凤先一听就说道 什么啊 相公还请那个马明远喝酒 凭什么请他喝酒啊 他媳妇偷了咱们家的机部说 反而还要请他喝酒 真是太没有道理了 大人肯定是马明远害了我相公 请大人把他给抓来问个清楚啊 张大人就问道 你怎么知道是马明远害了你的相公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李凤先就说道 大人不瞒您说 昨天一大早的时候 我就到集市上买了一只大公鸡 本来想住中午的时候 让厨子给做了吃的 就让李四给后厨拿去了 可没过一会的功夫 厨子就跑过来告诉我说 我买的那只大公鸡不见了 我赶忙去厨房查看 果然没有了公鸡的踪影 四处寻找也没有找到 正当我想去再买一只的时候 就听隔壁马明远家里有公鸡的叫声 我以为是那公鸡没有捆好 看到厨师要杀他 就飞到马明远的家里去了 我们客栈的后厨就跟马明远家挨着 所以我就到马明远家查看 果然看到马明远的妻子翠花 正在杀我买的那只公鸡 我当时就气不过了 走向前去和他理论 没想到翠花说那只公鸡是他买的 我心想你们家穷弟吃了上顿没有下顿 怎么还有钱买公鸡呢 当时就让李四把公鸡给呛了回来 没想到中午的时候 马明远来我们客栈闹市 非说那只公鸡是他娘子买的 硬是让我给枪了过去 我相公了解了事情的经过之后 不但没有踢我出头 反而还赔了马明远攻击的银子 我知道我相公也是想注意和未贵 不愿意跟马明远落下什么过节 可是那个马明远虽说是个书生 但是说话却是非常的尖酸刻薄 还说什么我们不就是仗着有机个臭钱 开个客栈吗 还说要弄死我相公的 我那个当家的竟然也没有反驳他 我一气之下 贤妻王大年太窝囊就回了娘家了 到了之后让我的父亲说了一顿 今天一早就回来了 没想到发现我相公竟然已经身亡了 请大老爷给小女子做主啊 张大人又询问了厨师和电火机李斯 证实了李凤先说的是事情 然后就让捕快把马明远给叫过来 等马明远让捕快给带来的时候 看到洪福克站围了这么多人 还有衙门的人 心里也有些慌张 见到张大人之后 马明远说道 不知大人叫小人来所为何事啊 李凤先就怒道 马明远你个没有良心的 不就是一只公鸡的事吗 你至于杀害了我的相公吗 马明远一听是惊呼道 什么 王掌柜死了 怎么可能啊 昨天晚上我们还一起喝酒呢 张大人就问道 你们喝酒之后 你又去了哪里 有谁可以作证 马明远就颤声地说道 大人 昨天我和王掌柜喝完酒后 就回家了 回到家后就睡下了 我娘子可以为我作证的 马明远的媳妇翠花 见到自己的相公背部 快给带到了洪福克站 也跟着来了 现在马明远让她给自己作证 翠花就说道 大人 昨天晚上我相公确实是一身的酒气回来了 等回来之后 我就服侍她睡下了 张大人看到翠花说话表情慌张 神情不对 根据自己多年的盼案经验翠花 估计是说了慌 马明远昨天晚上估计是没有在家 李凤仙一听就怒道 大人 翠花是她媳妇 肯定是向着她说话的 张大人听凤仙这魔说就借机说道 嗯 你说的不错 马明远确实有很大的嫌疑 来人呢 把马明远和翠花都给带走 然后又对李凤仙说道 夫人先请节哀吧 等我把案情审理好之后 肯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 等到了衙门之后 张大人就把马明远和翠花给叫来说道 马明远说吧 昨天晚上你到底干嘛去了 马明远听见老爷这么问 就说道 大人 小人和王掌柜喝完酒之后 确实就回了自己的家了 我娘子可以给我作证啊 张大人听后就说道 哼 翠花你说实话 昨天晚上 马明远到底有没有回家 这可是杀人的大罪 如果胆敢隐瞒的话 让我查出来你相公真的杀了王大年的话 你也会因为包庇受到重罚 翠花听张大人这磨一说下的脸色发白 看了一眼马明远 马明远就说道 大人 小人说实话 我昨天晚上和王掌柜喝完酒之后 确实没有没有回家 张大人一听就说道 你没有回家 干什么去了 为何在客栈的时候不说呢 马明远一阵脸红的说道 大人 不是小人不说 是刚才人太多 我怕说出来会让人在背后 对我指指点点 所以就没有说实话 其实我和王掌柜喝完酒之后 没有回家 而是直接去了赌方 一直赌到天亮才回家的 赌方的掌柜可以为我作证的大人 张大人听后立马就让捕快 然后再去到赌方找掌柜打正事 然后又对马明远说道 没想到啊 马明远 你一个书生竟然染上了赌博的恶习 不对啊 我听李凤先说你家里穷的事 吃了上顿没有下顿 你怎么有钱赌博的呢 马明远就说道 大人 其实我的钱是王大年给我的 平日里我都是以给人写字补贴家用 昨天突然感到嘴馋了 就让我娘子到集市上买荔枝公鸡 回来炖煮吃 没想到我中午回来的时候 我娘子说 我家的公鸡让李凤先给抢走了 小人的脾气不好 顿时就怒了 就去找王大年理论 我去的时候正是饭点的时候 我估计是王大年怕我影响他做生意 就把公鸡的钱给了我 小人气不过 就说了几句狠话 我本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没想到傍晚的时候 王大年让李四来喊我 还说上午的事 是他们厨子没有看好公鸡 让他给跑了 下午的时候在一个柴火堕下找到了 这个事确实是他媳妇做的不对 给我赔礼道歉 我想中午的时候 王大年已经把公鸡的钱给我了 现在他又跟我道歉 我们还是邻居 所以我就接受了他的道歉 跟他喝了一场 期间王大年还给了我五两银子 说权当是给他媳妇赔罪的 李凤仙这个女人 虽然长得好看 但是说话时非常的难听 中午的时候还打了媳妇一下 王大年的这五两银子 权当给我媳妇赔不是的吧 我就收下了 等到喝完酒之后 我就去了赌场了 等马明远说完 捕快也回来了 说道 大人赌场的掌柜证实了 马明远说的是真的 他昨天一晚上都在那里 张大人听了之后说道 好 你再去带你个人把那个赌场给查封了 捕快领命就去了 张大人又问道 马明远那你在离开客栈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什么人呢 马明远想了一回说道 大人这魔依说 我真的还遇到了一个 我离开客栈去赌方的时候 碰到了孙屠夫 就是在洪福客栈不远处卖肉的孙志鹏 这个家伙也是个赌鬼 我去当事后 正好碰到孙志鹏 我还跟他打了招呼 他说的今天手气不好 输完了准备回家去 可是他家在城东 他走到方向好像是洪福客栈的地方 张大人听马明远说完就说道 好 现在你还是有嫌疑的 不能放你回去 你就陷在大牢里待住吧 身为一个书生 竟然还染上了赌博的恶习 在牢房里好好地反省一下吧 然后就让人把马明远给押到牢房里了 翠花呢就让他回家了 师爷就问道 大人 既然这马明远不是凶手的话 这案件就有些麻烦了 张大人校主说道 无妨 明天贴出告示 就说杀害王大年的凶手就是马明远 然后再派两个身手好的捕快 日夜监视孙志鹏 这个孙志鹏也是有嫌疑的 师爷应了一声就去安排了 到了第二天 街面上都传开了 杀害王大年的凶手就是马明远 这是一连过了三天 这天夜李章大人正想休息的时候 一个捕快前来报告说 大人 我们奉命监视孙志鹏 今天晚上有个女人来找了孙志鹏 两人在房中行不轨之事 那个女子正是李凤仙 我赶忙前来禀报 张大人听完就说道 你去带人把孙志鹏和李凤仙给带来 没过一会的功夫 衣衫不整的李凤仙和孙志鹏 就被带到了大堂上 张大人一趴金唐木就怒道 好你个李凤仙 你夫君尸骨未寒 你竟然做出如此下作之事 看来你对王大年根本就没有什么感情啊 孙志鹏你竟然和有夫之妇勾结在一起 实属有商风化 来人呢 先将两人打三十大板 孙志鹏一听说道 大人饶命啊 这事都是李凤仙让我做的 王大年也是他让我杀的 李凤仙听孙志鹏这谋说 就骂道 真是废物 看主长得挺威武 没想到也是个胆小鬼 没错 这一切都是我做的 原来李凤仙和王大年成亲之后 刚开始的时候两人的小日子过得还错的 可是日子一长 李凤仙就发现王大年这个人实在是太卑微了 不管对谁从来都不敢说个不字 就算是做生意 讲究和弃生财 但也不能这样吧 所以李凤仙慢慢的就特别厌武王大年 正好以此偶然的机会李凤仙去买肉认识了孙志鹏 这个家伙不仅是能说会道 而且长得魁武很有男子气概 李凤仙心里对孙志鹏心里非常喜欢 所以经常去他的肉铺买肉 一来二去的两人就撕毁在一起了 为了能长久的跟孙志鹏在一起 李凤仙心里就想出了一个主意 就是除掉王大年 然后过段时间自己再把孙志鹏招过来当夫君 这样自己就能长久的和孙志鹏在一起了 所以李凤仙就一直等待一个机会 这天孙志鹏对李凤仙说道 马明远那个穷书生 拿了一吊钱还想买肉吃 让我给打发走了 你猜怎么着 他媳妇墨议会的功夫 竟然买了一只大公鸡回去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李凤仙就对孙志鹏说 利用马明远脾气暴躁 性格古怪的毛病 杀了王大年 然后嫁祸给他 孙志鹏一想 王大年一死 自己不仅得到了王大年的客栈 还能抱得美人归立马就同意了 所以李凤仙中午和王大年吵架之后 说是回了娘家 其实先去了孙志鹏那里 把客栈后门的钥匙给了孙志鹏 孙志鹏趁着夜色摸到了王大年的房间里 用杀猪刀结果了他 然后又返回自己的家中 直到张大人放出告示说马明远就是杀王大年的凶手后 孙志鹏心里的一块石头才放下来 今天李凤仙又来找自己优惠 没想到被暗中监视他们的捕快带住郑主 现在案情是真相大白了 马明远是无罪释放了 李凤仙和孙志鹏故意谋害他人性命 被打入死牢厅后发落了 从这之后呢 马明远的脾气是变好了不好 而且赌博的恶习也戒掉了 好了这个故事就说完了 喜欢本故事的朋友不要忘了 长按点赞加关注支持一下 咱们下个故事再现